我给他做了三个月的十三个月本了 以前现在就付了两个月 还有过半月的工资没的 多少钱 还有九千多块钱 56岁的龙师傅头发已经斑白了 他说杭州龙湖509里一户人家的女主人 请他去照顾七十多岁的老伴 去年11月3号 女主人给他转了七千块钱 作为十月份的护工费 去年12月3号又转来11月份的护工费 他做到了这个月14号 东家应该再给自己一个半月的护工费 一共九千块钱 就是没有限制 就是没有条约限制 但是我也输给你 那你是怎么被谁介绍来这里的 第二次就是这样 第一次是接受所接受过来的 住了三个月就不住了 到这次是十二月份开始住的 十二月份开始是我老婆 等一下在网上看到那个接受所 要问了 我老婆联系了 我再过来 又再给她打电话 就再叫我过来 也就是说 龙师傅是第二次为同一个东家服务了 但这次绕过了中介 双方都省掉了中介费 记者陪龙师傅去这户人家敲了敲门 里面有人 但没有来开门 东家的儿媳妇说 是婆婆请龙师傅来照顾公公的 目前公公正在住院 此前 东家和龙师傅的微信聊天中 指责龙师傅没有根据之前的约定 在没有找到新的护工前 不辞而别 导致在过年期间需要高额的费用去找护工 这期间产生的超额费用 应该由龙师傅承担 龙师傅说 当时自己父亲也生病了就不想干了 但还是一直坚持做到了 这个月14号老人住院了才离开 他留在这里 就是想先把费用结清 再回家照顾自己父亲 微信聊天中 东家还指责龙师傅 在陪护期间没有尽到陪护的责任 让老伴摔伤和身上被划伤 摔伤这个事情有没有 有是有一点 但是他把口皮塞破了一点 当时怎么摔的 当时就是他又没有加饿 又没有挖子圈 到那个小店里面买挖子的时候 我的微信上挖的时候 不注意他就倒下去了 把它吃过吃一下 把它从口里吃破了一点 那个地方破了 在口皮 嘴巴这里 不严重吗 两天功夫就好了 微信聊天的最后 东家说 因为龙师傅陪护期间不尽责 导致老伴病情恶化 产生的费用要由龙师傅承担 会是情况追究龙师傅的法律责任 还让龙师傅有意义的话 可以走法律程序 根据龙师傅提供的手机号码 记得多次拨打东家的手机 但对方一直没有接电话 发短信过去后 对方也没回 龙师傅表示 实在不行就先回家过年 等过完年后 再来继续维权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